马上要过年了,最近做腊肠,家里剩了很多猪皮 于是我把它做成这个QQ弹弹的猪皮丼 在这样吃或者做罐糖包都非常的好吃 这里是一斤猪皮,用温水清洗干净,冷水下锅 猪皮丼里面我还喜欢放点瘦肉 再放葱姜料酒去腥,水烧开后再煮5分钟左右 捞出来冲洗干净 用刀把肥油刮掉,一定要刮得干干净净 有毛的地方也要拔掉 这一步非常需要耐心 处理好的猪皮再清洗干净,切成细丝 瘦肉也切成丝 放点瘦肉是为了增加口感 你还可以放点其他你喜欢的菜 接下来就是熬猪皮丼了 放入猪皮三倍的水 再放葱姜,一袋卤料包 一勺盐入个底味 喜欢颜色的还可以加些老抽和生抽 盖盖大火烧开,小火熬40分钟 出锅倒入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 捞出配料 如果你喜欢用猪皮丼做一个漂亮的摆盘 准备一个长方形的碗 铺上超过水的千张 填满猪皮丼再盖好 都放入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脱模 就是这样QQ弹弹非常的好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片 放碗中 加香菜、蒜末、盐、糖、生抽、白醋 辣椒油是灵魂,一定要加 最后淋上香油 搅拌搅拌就可以吃起来了 喜欢仪式感的可以摆一个漂亮的盘 过年过节又是餐桌上的一道风景 按同样的配方调一个蘸酱 真的是好看又好吃呀